當時是赫洛曉夫當政的時候 赫洛曉夫為了能夠在導彈的競爭方面 也能夠繼續地保持領先的地位 就一定要在他防備的時候 這個導彈要發射成功 這個聶吉林就擔負這個任務 就去主持這次發射 1960年10月24日 一枚 crianças 和樂隊一起來 也強爭了 在燈水的目標 在魔方系 確認 貢坡 監源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美国 艾伦·谢波德被选为美国第一个离开地球的宇航员 飞行计划定在4月20日 究竟谢波德能否接受太空飞行所带来的物理和心理压力 美国太空总署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1961年1月31日 为了寻找答案 布劳恩在红石火箭里放进了一位特殊的乘客 他是黑猩猩65号 如果这次飞行成功 美国太空总署就会为他取一个名字 谢波德也会如期升空 不然黑猩猩65号将仍然是一组编号 经过一次险向还生的飞行后 大猩猩安全返回了地球 海军第一时间把他救了起来 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哈姆 虽然大猩猩哈姆九死一生 但布劳恩心里知道 红石还存在着问题 火箭的涡轮泵增压过快 导致了一系列的危险 摆在布劳恩面前的选择是 如期让宇航员谢波德升空 还是多做一次测试 如果推迟升空 美国很可能输给苏联 但是如果不推迟升空 而在载人发射时出现失败 整个太空计划